那我答應你 我們節目最後一集請你來 招牌 紅色夾克 戴著變色眼鏡 說話風格 比小S還要嗆辣直接的李敖大師 之後在2011年 就被小S訂好 要當最終來賓 你為了上康熙告我 你用墊腳石 4年前 李敖因為小S的一句暗戀張瀾 在立法院外向媒體表示 會提供學習力 但兩人最後在康熙 上演大和解的戲碼 李敖大哥一直有堅持說 希望上五集 可是我要先看一下 你這一集收視率高不高 低的話就不用來了 其實李敖和康熙的淵源 不只如此 因為第一集 就是請到李敖當特別來賓 李敖大師就令身體狀況還OK吧 OK 你看OK樣子嗎 沒有 李敖大師 因為你好像才剛開完刀嘛 這樣來上節目可以嗎 會不會 所以你當然可以 唉唷 嘴真甜 坐在李敖旁邊 小孩子小鳥藝人的模樣 還故意挑逗大師 兩人有趣的互動 常帶動收視率 最後究竟會不會讓李敖 有始有終 成為康熙的最後來賓 也讓觀眾都很期待 記者 吳清俊 尋清台報道 你先別忘了